大家好,各位早晨,歡迎收聽你的網上早晨 今天六節目的日子是2020年5月17日 這裡有我在新西蘭的伊德台洋,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我是大家早晨 還有在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在前甄,你好 大家好,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剛剛聽到沒有Like 可以分享給朋友,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旁邊的鐘仔 他有新節目通知你,繼續裝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宣言理性的聲音 好了,今節,事緣就是我們昨天就講過關於毛澤東 講過一些說話,所謂的感謝日本的說話 引起很多人的誤會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真正的理解前文後理 昨天我們就講過這件事,解釋一下 究竟為什麼毛澤東會這樣說呢? 如果沒有聽的朋友,就好聽回那一節了 為什麼我們昨天會開一節講毛澤東呢? 就是思緣,就是因為最近所謂的考試試題 有個歷史試題有問題 今節我們繼續討論,究竟這個試題是否真的這麼大問題呢? 以及背後應該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考評局的那個人,即是姓楊的那個人 他就在他自己的Facebook那裡說 他就說沒有這個日本侵華,那就哪有新中國 所以我們就專門錄了那一節的,上一節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其實他這樣說得出呢,其實他是有計劃 我認為有計劃製造一個公關災難給特區政府的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但現在這件事就開始慢慢揭,即是已經開始有些矛頭出來了 那我的分析呢,首先要先說明 我的分析呢,就曾經跟我們一個群組的網友說過的 那我的分析呢,就發現了很奇怪 我講出來的東西跟某位很討厭的意見領袖是很相似的 不要緊啦,這個還沒等我再說完 這個,如果覺得聽敏感的東西,敏感題材的節目 會有不安的人呢,你最好不要聽這件事 你最好不要聽這件事,首先要先說明 因為我們講的東西呢,這次不一定對聽的 真的不一定對聽的,而且是很可能會讓我們 大量的退訂和大量的dislike 但是沒有辦法了,本來我也想過究竟應不應該說的 應不應該全橋,其實我們應該... 你講,你講 如果我想到你,如果不講出來的話 會令更多人繼續被誤導 那對社會並不是非常好 如果說了就怕穿繳,就怕我們負皮多 但是不講呢,那些人繼續錯下去 其實負皮多我都不是很介意的 其實說真的,退訂我也本來不是很介意 不過呢,這些是社會工作一定要講的 但是我有擔心呢,就是現在建設陣營的人呢 很多都是落入了這個陷阱裡面而不自知 所以我說穿繳,其實穿繳呢 其實要穿了那些黃柚的橋 黃柚的橋 其實他們這個是絕對有預謀的事來的 他們是有計劃做這件事 而且你會看到他是很挑釁性的 尤其是之前那個考評局那個高層 他就說沒有...為什麼我們要做毛澤東那個字 就是要講清楚究竟毛澤東是講什麼 因為他講的那樣東西呢 實在是針對毛主席講的東西而來的 那當然有些人說你不要給連登大節奏 不是,連登那個節奏呢 是他們那個說法呢 是配合了這個官去講的 所以你一定要駁斥他們說的東西是聯合的 第一件事 是完全沒有顧及毛主席講話的語境 當然你說可以,你來張卓國不行的 要講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轉移視線這樣 我告訴大家,這件事不能轉移視線 轉移不了,因為到最後就是那個評分準則 就可以決定這條題目有沒有問題 而不是他引述的資訊本身有沒有問題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其實我們做工程都要讀一些書 就是讀這個環保法律法例的 那環保法例大家都知道是很有爭議性的法律來的 那曾經我試過有一次考試的題目是怎樣的呢 就是考這個環保法律 那那個考試卷呢 就抽了一篇 嚴厲批評環保法律的文章 是一個挺知名的規劃師寫的文章 放了去那個試題那裡 那個試題就是問 他就是拿那個文章幾段下去了 那你贊不贊同這個規劃師對這個法律的批評 他就是這樣問的 就他的說話 其實都很類似那個考試題目問的方法 就你的所知 你要表達 你要講出來你知不支持 他講的說話 還要有論點 但是我告訴大家 那個評分準則就是 如果你贊同他講的說話 你就一定只是不合格 為什麼呢 他那個做法就是這樣的 那些考試 你如果是理解那個法律的 就是那個立法原意 和那個法律的執行標準的時候 你是一定會 他一定要同意那個立法的原意 和立法標準 你才可以在那個考試那裡合格的 嗯 我現在用一個 不關這個歷史事題的考試 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明白 你要想 你不要純粹是想 他擺出來的那些東西 有沒有增益性 他擺出來的那些資料 其實是可以很偏頗和很片面的 他要考的就是 如果你沒有溫書 或者不了解法律原意 那你就沒有可能得到滿分的 為什麼呢 同樣道理 這題 這題 這題是 它是 它是 就是我自己認為 它是刻意捨得這麼偏頗的 而是 捨得這麼偏頗就是 就是考你這個學生 究竟 對這段歷史 是非觀 和是非觀 大家有沒有讀熟 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拿出一些點 如果你是寫錯了 如果那一題 如果你是答了一些好處出來的話 那一般你是沒有分得拿的 那 如果你 就是 那些壞處出來就很容易了 因為你做過 做過這麼多壞事 是不是 就是當年日本皇軍 在中國做過這麼多壞事 你列了那些壞處出來呢 那一般就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就 拿滿分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因為那一題本身就 並非一題很長的論文 只不過 總分是拿八分 一題短答的題 列到四個點 一般呢 都已經可以拿足分的了 四個壞處出來就足夠了 那 就是Marking Scheme 我們講的其實就是 那個standard 其實有些題 就是 我以前都改過了 就是英文的作問題 就是 有些題 你可以兩邊講的 但是有些題 你只可以單 就是叫做 是撐一個方面 就是有些是非題 有些是分析題 那其實呢 我們剛才講的一件事 就是這道題 應該是 我覺得相對於是 是非觀的題目 還有你怎麼去駁斥這種 有些叫歪論的東西 是不是 是 這樣講 其實他這條問題 如果是我答 就很簡單的 那我答就一定會 就是 我就一定會說 利多於弊 絕對不存在 就是這段時間 利多於弊 這個方法 這個講法是荒謬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提供的史料 只是很片面 只有兩則而已 兩則 算是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 你讀得這些書 讀得這些書多的人 尤其是在西方 考試制度 讀書的人 一定會知道 你回答 利多於弊 是一定不合格的 是一定不合格的 是不可能合格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自圓其說 你明不明白 雖然他有兩則好的東西 還有有些人可以舉到 日本以前在東北都有發展 經濟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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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交通 交通網絡 鐵路網絡 很多都是 那時候最快的列車 都是日本人建的 舉這些例子 他一定會 是全世界最快的 那時候的蒸汽 都是為了方便的殖民統治 和賺錢而已 哈哈哈哈 這樣講 對一般中國人 當然是沒有好處 那件事 他們殖民者 當然是殖民者 是利多於弊 但是對中國人 絕對是沒有好處 可以說是 所以 所以 你是不可能 說得到是利多於弊的 真是不可能的 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為有太多壞事 日本仔00年至45年做得太多壞事了 在中國的 慶祝難輸 是慶祝難輸的 如果是我做的 應該他有8分 那我就會講四件事 四件事 就是我認為 四件事 第一南京大屠殺 第二香港3008個月 第三 我講那個 濟南慘案 還有就是三江政策 在華北地區實行的三江政策 接著再加上 大規模的騷擋 和屠殺 其實這樣講這些事 你已經拿到8分 我認為 其實很多答案 很多壞事 很容易 很容易 你講到8個都可以 不只講到4個 是 我認為這樣回答就滿了 所以為什麼說一定要看那個 銀行規模 而且 我告訴大家 他專門做這個陷阱 就是 到了適當的時候 他就會拿那個 評分準則出來 說你們全部都不認識 其實現在你勁鎖這件事 其實是有風險的 現在很多出來 鎖這件事的人 可能沒有讀過世界歷史科 或者沒有在西方的教育制度 那裏讀過這些問題 因為是經常有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這裏歷史 有時候會有這些問題 就是說 究竟殖民統治 是不是你多於幣呢 就是 對這裏的殖民統治 就是 英國人對這裏的殖民統治 是不是你多於幣呢 你如果答真的 如果你答你多於幣 你就不合格了 你應該要兩體 是嗎 是 很多這種問題 是引導你的 是引導你去一個方向 因為現在 其實西方洗腦的方法 從來都是這樣的 他就要你 答對才可以得到滿分 要他想要的答案 還要是 是引導性的答案 九真一假都不行了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 譬如你說 殖民統治的好處和壞處 你一定要 因為現在西方有一件事 叫做政治正確 你是不可以 答殖民的好處 是多於壞處的 你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 對土著的損害是非常之大的 是沒錯 我都猜到是對 對無理人的殺戮 不過在 侵略 紐西蘭 其實相對 殺害這個無理人少些 但是澳洲 對這個土著的殺戮 或者偷走他們的下一代 其實是嚴重一些的 我覺得 對於澳洲土著的中國人 但是這裏很少會 就是中學 我要先說明 中學是不會出這些問題的 因為爭議性太大 所以 為什麼我說這個考評局是玩東西 就是 這些類型的題目 中學出 太難 就是對中學生來說太難 不會中學出的 剛才我說的那些題目 不是中學的東西來的 是大學的東西來的 其實因為我們之前讀 都有一些 不是啊 這一題是中學生常見的 其實 在香港是 但是 在香港是 所取的史料 我告訴你 他所取的史料 就是有爭議性的 他這一類型的題目是常見 但是他專門選了一樣 會有爭議性的題目 來做 譬如 為什麼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在這裏讀書 不是這一類型的題目 是這麼大爭議性的題目 很少見 應該這樣說 一定會避開了 其實 其實在中學考試來說 那些充滿爭議性的東西 一定會避開了先的 明白嗎 不是 就是你 你將這些爭議性的東西 放進去 你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陰謀 我認為 我不是這麼認為 老實說 我 我認為這個題目 很正常的 是經常會在世界歷史課裡出現的 他是專門去考考你的學生的 看看你有沒有讀得對的 或者是沒有變別 是非難力 是啊 我覺得 那個程度是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楊潤雄先生 教育局局長 會大力去批評這條出題的問題 我這裡看到我覺得很詫異 楊潤雄先生 究竟 我懷疑他是不是 未了解歷史課 一般的出題的取態是怎樣 是啊 所以是 突然間有一個這麼大的躁動 我是覺得他是有躁動 根本是未查清楚究竟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就見到 哇 利大於弊 就已經覺得挑動了大家的民族情緒 是躁動了一點 我認為楊潤雄先生 最重要最重要都是 看回這個marking scheme 如果marking scheme 明天 明天星期一 有人攤了出來的話 要怎樣回答的 那就是說 那個題是沒有問題的 我個人非常認為 這一題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marking scheme出來的話 要你這樣回答的話 這個題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那個marking scheme是說 要你寫了一些有什麼讚好的事情出來 那就麻煩了 那我就 其實 怎樣麻煩呢 都是兩面看的 這件事 用回一個唯物辨證法來講 你回答利多於弊 我認為應該是不合格的 如果正常來說 那個marking scheme一定是這樣說的 就是 如果你回答利多於弊 就肯定是沒有辦法合格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做的事情 實在慶祝難輸 尤其是00至45年 那如果marking scheme寫 你回答利多於弊 都可以拿滿分的 那就真正代表到 那條市題真的有問題了 其實所以我就說 現在很多人 警察這條題目 是有風險的 為什麼呢 如果 那份marking scheme寫到明 一定要 將日本仔的壞事說出來 才可以拿到滿分 那就是剛才我講的 譬如我舉的那四個例子 如果要插爆日本 才拿到滿分的話 那現在 在罵這條題目 有問題的人 都會很懦的 會懦爆 可以說是 會懦爆 而且我有一個 有一個感覺 就是他們那些黃人 是一定會拿一份 評分 就是準則出來 還擊的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他那條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呢 有些人就說 如果現在他因為 根據兩段史料來講 他不是根據 他提供的兩段史料 作答才對 錯 其實他的問題 是寫到明 他那條題目 是寫到明的 他那條題目 就你所知 他講了 並就你所知 如果你讀過 00至45年的歷史的話 是不可能贊同利多於弊的 是不可能贊同的 現在有些年燈仔就贊同 又說日本做得很好 那些全部不合格 你怎麼寫都不合格的了 但是我告訴你 他們沒有這個還擊 拿一個 評分準則出來還擊的 攻勢 其實是有原因的 現在你看到 建制很多人出來說話了 湯家驊也出來罵 好了 新華社也出來說 這個不合規矩 但是我告訴你 他們現在是等著 落主任 或者下主任出聲 如果下主任 落主任一出聲 他們皇友全部 言論機器開動 這件事 就可以變成 另一次的政治大風波了 因為 因為 有些人的看法 就是 他提供的兩條史料 都是利 怎麼有弊處 還有一個誤傳 就是提供要求學生 用這兩個泛民來參考回答 其實是錯的 剛才我也說 問題那裡寫了 並就理所知 並就理所知才是重點 根本他放什麼出來都沒有意思的 我剛才說的環保法律 他放出來的根本不是重點 我自己是血滴的教訓 因為有一次就沒有溫習 就是中了這些旁門左道 我就是中了一招 為什麼呢 就是陰濕題目 贊同就只有兩分 是不是 如果你答不贊同 說完 這條法律的立法原意 就有八分 他就是用這個機制來分辨 哪些人可以拿高分 哪些人可以拿低分 考試就是這樣的 他的機制一定是陰濕題 一定是做的 我認為 只要這個marking scheme一出 楊潤紅也會 會 太早了 因為不同意大利幣才可以拿滿分 我認為這條題目一定是這樣寫的 我覺得 因為這個評分標準一定是要求 我自己看法 有八分 一定要學生說 00至45年日本皇軍做的壞事 一件兩分就差不多了 只要回答四件出來 這樣就可以拿到滿分 所以很嚴重的 其實這次變成一個罵劇 最嚴重的就是 有些人說要批評毛主席才對 所以我們特地要出一節 就是批評毛主席是錯的 毛主席是有前文後理的 他所說的 所以 不是說毛主席是聖人所以不批評他 不是 而是他所說的 是前文後理 是有邏輯的 是有邏輯的 他全部說話 現在他們說要取消這個題目 取消這個題目就最嚴重 為什麼呢 有些人說 對學生來說 取消題目就是滿分 對不起 這個不是的 因為你要分檔次的學生 如果這條題 我告訴你這條題 只有反中亂港的人才會答同意 就是同意利多與弊 本來這個反中亂港的份子全部失敗 告訴你 根正苗紅 好像我們這些 就是解歷史的人 正正常上有讀過書 都不會回答你多於弊的 是啊 所以 我根本覺得這個是陷阱來的 根本就是要整個政府建制派 大公、文匯、新華社全部難堪 好啦 不如大家拭目以待 對啦 因為相信這件事是不會這麼快完結 因為 的確很多人就出來表了個態 但是很不肯 我們認為很多人表的態是表錯態 沒有解清楚就先說 早了 有些事情 早了 看定些先 看定些先 如果那個marking scheme出來了 就要你寫了利多與弊的話 這樣就糟糕了 再駁斥這個利多與弊才可以獲滿分 那你沒有委入他們的 還有之前說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糟糕了 出來說話的人 全部 說真的 嚴格來講 全都糟糕了 當然我和弊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自己覺得 這些這麼有爭議性的東西 就不應該出的 就是我自己在西方讀書的經驗制 我覺得少了一些爭議 令到那些學生好過一些 都是英國老師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是正常呢 因為我自己是在香港中學讀過西史 我經常遇到這個問題 比這個題更有爭議性的我都見過 所以我們以前刨書和會考 就是要刨買那個marking scheme marking scheme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讀書它是怎樣marking的話 你是很容易撞板撞這些這樣的板的 可能就是我們讀的書不同 小時候 不過今節時間 不好意思 西方盡量把這些有政治爭議性的題目 放在大學的 就不放在中學的 因為沒有必要的 其實 就是這樣東西我覺得 香港是要改進的 就是這些這麼有爭議性的東西 就不要放在中學 因為你太小了 其實根本腦筋未生 甚至未完全成熟 現在那些教師可以放些私貨下去 那就麻煩了 好像現在這樣 沒錯 好 這一次時間差不多 就是這樣 拜拜